在前诚哥跟我说过 他要拿妖狐 但是诚哥 我需要一个解释 你们都误会了 诚哥 其实是手伤又复发了 好 好了 大家也别一脸世界末日的了 不就输一把常规赛吗 这没什么 胜败乃兵家常事 是吧 虽然这场输了 但只要下场赢了 还是温温的 对吧 真的 你们理我一下 看我一眼 一场比赛真的不算什么 这能对我们有什么印象呢 无非我们就是少看点微博 少看点直播 对吧 面身 大家先把信放一放 明天可以分析一下 输比赛的原因 输比赛的原因 我们今天各自分国之前 是不是应该算你别的账 老莫 怎么了 不让人说话了 今天大家早点休息 明天准备备战 备战 队长 就这么一句话就完了是吧 你就没有什么事情 要跟我们解释一下的吗 你想让我说什么 老猫 你冷静点 让我说了 你训练这几天天早出王 归干什么去了 心神不宁心不在焉 明神跟他来讲战术 你人在这 魂在吗 战术你听清楚几个字 还有 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不按照我们训练那样 拿小松玩 你拿一个妖狐干嘛 你凭什么改变明神的战术 我们这群人一肚子疑惑 你就不准备说两句吗 你别告诉我 你拿个妖狐就为了秀教皇一脸 比赛之前 我在走廊的时候 听见你这么跟明神说的 风猫 诚哥 我只需要一个解释 赛前 诚哥单独找过我 明神 这场我拿不了小松玩 让我拿妖狐吧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 训练新的战术了 至少你告诉我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是我不想拿持久性试试 妖狐千斤能压制住教皇 如果不让他发育起来 我们或许能尽快结束比赛 你尽快结束比赛是为了什么 我记得以前跟你们分析过了 这是场硬仗 是一场持久战 我们要拼的就是耐力和体力 明神 我打不了持久战 给我一个解释 没有解释 教皇是我的 赛前诚哥跟我说过 他要拿妖狐 但是诚哥 我需要一个解释 你们都误会了 诚哥 其实是手伤又复发了 你的手受伤了 所以诚哥才想速战速决 诚哥 你倒是说句话呀 你干什么去了 你比赛之前怎么把自己手搞伤了 你比赛之前怎么把自己手搞伤了 训练赛效果不好 诚哥通宵打的排位 训练赛效果不好就通宵打 队长 全世界都知道你的手不能这样练 明神怎么退役的你忘了吗 怎么 你是心里有愧疚 那你走干吗去了 你觉得训练时间短了 影响你状态 那么问题又回来了 你这段时间天天在干吗 诚哥是去解决童谣的事情了 解决童谣的事 怎 怎么解决啊 诚哥拖了公安那边的关系 查到那个默默是大魔王的底细 发现这个人就在深圳 结果呢 结果就是 和诚哥预测的一样 就是专门搞事的 他根本没有自杀 也不是什么初三学生 现在人已经在公安局了 童谣 做好心理准备 过两天 我们要去公安局 和这个人面对面交疯了 我 我都已经做好了道歉的准备 队长 是不是小瑞不接这个电话 你打算躲一辈子 你到底是有什么毛病 手受伤了不跟我们说 一个人解决童谣的事情 也不跟我们说 你是在担心我们不让你去 还是在担心 我们不管你受伤 也非要让你拿那个屁的小松丸 这件事情 你为什么不提前跟我们说一下 商量一下 是你不愿意说 还是你根本就不相信我 根本就不相信你的队友 对 童谣是你的女朋友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她不仅仅是你的女朋友 她也是我们几个人的队友 她在外面受了委屈 她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 我们会不管吗 我们会不让你去吗 没错 不 我们今天就只输了一场比赛 但是我老毛心里憋屈你知道吗 我憋屈的不是因为我们今天输了 是因为我发现 陆思诚这段时间规格结局 根本就不相信你的队友 如果你不需要你的队友 那我想说我们根本不想要你这样的队友 老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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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老毛 你干嘛呀去啊 干嘛 干嘛 老毛 我还在干嘛呀 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呗 你别说句话行吗 我说的不是句话 你也应该知道 今年打完我差不多要退役了 我要今年拿不到世界赛入场券 我的电竞事业也没什么好指望的 你知道吗 我爸妈也根本不同意我打电竞 要是我今年拿不到什么成绩 我拿什么脸回去见我的家里人 照这样下去 今天我们会不会又像去年民生首首上那样 被迫退赛呀 你怕不怕呀 你怕怕呀 你们不怕我怕 别走啊 老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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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说的就是气话 什么退赛 没有人说要退赛啊 诚哥的手指是救伤犯了 又不是断了 你怎么就想得那么严重呢 今天的比赛我就坐他旁边 我看得最清楚 他也就是到后面 操作才开始出现一点点变形 他不说 你们不是也都没发现吗 对吧 所以说 放轻松 平安和爱 现在最重要的是一起面对 是解决问题 都这样了还怎么一起面对 他有准备带我们一起吗 老毛 你打比赛是为了自己 又不是为了别人 这是你自己说过的话 你忘了吗 我的梦想 是和我的兄弟们 在赛场上面打赢每一场比赛 不是现在这样 我当然也是这么想的 是 今天我也挺生气了 诚哥不跟我们说一声 日子做主张了 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想 他一直以来做的所有事 不都是为了战队吗 压力一直都在他一个人身上 他习惯自己承担了 所以才觉得自己 必须要开着才行 他根本就不相信我们 接下来的路 还要我们怎么一起走下去啊